走上的這段路真的 我現在全身都很麻 原來走上來的風景是這樣子的 我以前每次得 就是入圍的時候 我都會在家裡面寫 一張得獎感言 可是這一次我就想說 沒關係 就唯一這一次沒有準備 什麼 每次都準備 然後這次沒準備 戲劇節目女配角獎 得獎的是 楊錦華 不良職業金廚師 恭喜 在寫實心潭與鬥趣節奏之間 切換得毫無違和 我現在看到90秒 哎呦 走上的這段路真的 我現在全身都很麻 原來走上來的風景是這樣子的 我想要先感謝就是 呃 關輝導演 對他在後台 然後還有 我要謝謝 呃 愛奇藝 然後還有 八大 還有良人行 然後還有 呃 不良職業金廚師 所有所有台前幕後的工作人員 當然最重要還是我的兒子 呃 阿華 還有千佑 哇 我真的還沒有辦法想像 這是這是演戲嗎 現在 我真的 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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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很想跟大家說 其實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喜愛表演 真的 我很熱愛 中間 有經歷過挫折沒有自信 沒有自信 但是 呃 身邊還是有很多人鼓勵著我 然後 家人鼓勵著我 粉絲們鼓勵著我 然後還有我身邊出現了非常多的貴人 我要謝謝你們 真的 謝謝你們 給我 不斷給我鼓勵 其實我跟 呃 金鐘講 第一次 有緣 錄這個殿堂的時候 也是因為白色巨塔 因為女配角而錄為 進入這個殿堂 希望 希望之後 我可以 一路的 有機會 順遂下去 恭喜得獎主